我叫叶凡,是名穿越者,上一世送外卖,被车窗死。 这一世,被路过的大能随手烧成灰烬。 两世为人,竟然都这么窝囊地死去了吗? 叮,突然一道声音响起,宿主,解封你的力量吧。 是时候使用那亿万年的修为了。 那一天,叶凡第一次见到了女神。 他们各个英姿飒爽,腹白貌美,鲜鲜细腿修长白皙。 这群女神拼命战斗,好像在守护着什么。 只见失火直冲女神面门打去,突如其来的失火, 击中了一位女神。女神们和失火打得不可开交。 此时的叶凡,被此等场面吓得躲在了树林里,生怕波及到他。 三年前,叶凡这个大冤种,加班跑快递被车撞死, 穿越到这个是非之地。叶凡没有金手指, 也没有标配的系统,更没有修仙的天赋资质。 自从叶凡来到这个世界,跑这个子,他已经说累了。 全靠这个老头收留,叶凡才能勉强度日。 为了给兄弟许大副采药,叶凡被大蜘蛛从早追到晚。 别人穿越秒天秒地,而此时此刻的叶凡仍然在跑路。 砰的一声,叶凡被蜘蛛撞下了山崖。 两个时辰后,叶凡睁开了双眼,一脸疑惑地看向周围, 仿佛世间的一切都颠倒了。 原来是自己挂在了树上。 在这棵树下,长着几株,山达曼陀罗。 这几朵小花,应该够叶凡练一颗解毒碗。 暂时能压制许大副的尸毒了,许大副就有救了。 突然,天空一声巨响,只见一位貌美如花的飞仙撞向了叶凡。 撞得叶凡连连叫痛,叶凡仿佛听见了他太奶的呼唤。 眼前的女子正是刚才激战的女神,叶凡暗叹。 难道是系统觉得这几年亏待了我,给我送福利了吗? 仙女姐姐,你没事吧? 仙女睁开双眼说道,一个凡人吗? 你听我说,不想死的话就答应我一件事。 叶凡臭不要脸地以为女神要对她做什么。 仙女掏出一张符咒说道,这是最后一张传送符,一会我送你出去,出去以后,去找天舞城城主。 花壁,仙女手中的符纸突然爆开。 这是一个怪物突然现身说道,楚无双你跑了三天,还在耍这些小把戏吗? 没人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吃我一招,天魔屠城。 叶凡再一次中招,心想他两世为人,又要窝囊地死了吗? 他不甘心。 好摔呀,我,给穿越大军丢脸了。 警告警告,检测到宿主有生命危险,系统自动启动。 这难道是叶凡心心念念的系统吗? 三年了,系统没有忘了叶凡。 亲爱的宿主,我是您的系统管理员,您可以称呼我,九九。 叶凡无语。 宿主您现在是羊血初期,本系统为你储存了999万一年的修为,如有需要随时解封。 不过,叶凡大惊失色,多少? 你说多少?999亿万年。 叶凡已经想象到自己无敌于世间的模样了。 叶凡不要脸地问道,系统,我这999亿万年的修为,能不能一拳打爆这个世界啊? 系统一脸不屑地看着叶凡,看来是一点没听见,不过二字,一拳打爆应该是可以的宿主。 回到现实,楚无双说道,石龙我师父是不会放过你的。 怪物大笑道,哈哈,你真以为楚无悦敢得罪我们师陀教吗? 你就喊吧,喊破喉咙,也没有人能就得了你。 叶凡应声道,喂,你个怪物,放开那个女孩,让我来。 怪物鄙夷的看着叶凡,凡人吗? 区区蝼蚁,你想死吗? 现在的叶凡,可不怕他,也不知道谁才是那个要死的人。 系统,解封。 叶凡修为大长说道,接下来,怕是要有点痛哦。 一时间,天地一动,神光乍现。 楚无双一脸震惊,叶凡刚刚分明只是一个凡人啊, 怎么可能会有如此一动? 怪物从刚才蔑视的神情中露出了惊讶,又从惊讶中变成了惊吓, 怪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叶凡此时像一头猛兽,反问怪物, 你不是说凡人是蝼蚁吗? 石龙面露难色,声音颤抖道, 你别过来了,我肉身大成,半不惊丹,不肩不摧, 你伤不了我。 只见叶凡抡起他的锄头,怪物吃痛大叫。 叶凡面不改色,缓缓说道, 好好感受一下凡人的愤怒吧。 楚无双大惊,一介凡人竟能打翻石龙。 叶凡999万一年修为的威压, 无断压迫着石龙。 石龙满脸不服,任谁也不敢相信, 这是一介凡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叶凡抡动手臂,上去就是一锄头。 石龙嘴里还在嘟囔着, 不可能一介凡人而已。 此刻地动山摇, 天崩地裂, 叶凡这一刀尽快不如死。 石龙应声倒地, 只见到一个强者的背影, 谁能想到这竟是叶凡。 楚无双一脸震惊道, 天哪,这需要何等的修为, 才能挥出如此毁天灭地的一刀啊。 叶凡这999亿万年的实力, 给他自己也爽到了, 觉得老天带他不薄。 突然, 系统提示, 九九出现, 宿主使用了远超肉体极限的修为, 当前寿命减少44。 宿主还生六年狗命, 请宿主尽快提升寿命和身体强度。 叶凡大怒, 九九,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一刀, 差点把自己挥死啊? 怎么就还生六年寿命? 九九一脸无辜, 回应叶凡, 宿主大人, 之前已经告诉你了, 使用超过肉体所能承受的修为力量, 将会削减寿命。 叶凡哭了, 九九, 如果我没了, 系统也会跟着一起完蛋, 这对你也没好处吧? 九九仍然一脸无辜, 收敛宿主命数, 也是九九的职责之一哦。 要是宿主陨落, 本系统还能凭借命数能力留存哦。 叶凡大吼, 好你个九九, 敢赢我。 完全没注意旁边的楚无双。 楚无双面对叶凡的救命之恩, 也是毫不吝啬他的感谢。 叶凡满脑子都是不想做短命鬼, 根本顾不上听楚无双说话。 楚无双不知从哪掏出了一把宝剑, 想要送给叶凡当作救命之恩的谢礼。 无双在此, 愿意将次宝剑献给前辈。 叶凡看着宝剑, 心想我要这破烂有何用, 并让楚无双自己留着。 楚无双心里一万个有苦说不出, 他拼死守护的秘宝, 叶凡压根看不上吗? 叶凡突然贴近楚无双, 仙子, 你有兽丹? 有受药吗? 楚无双面色羞红, 但他并没有受丹受药。 叶凡只想苟命, 便想着让楚无双离开。 楚无双见状, 赶紧掏出了五枚玉缠丹, 此丹有解读疗伤之小, 想要赠给叶凡。 叶凡大喜, 心想这个有用, 这个可以有。 大龙山外, 峡谷深处, 慈悲先帝, 慈悲忠明, 帝宫出世。 帝宫之中藏有先帝传承, 任何人都不想传承落入其他宗派手中。 师托教石游也来到了大龙山外, 想来寻求一丝机遇, 也来寻找杀害石龙的凶手。 叶凡回到了天舞城, 叶凡满屋找着许大富, 给他带来了解毒单。 许大富趴在屋顶上, 回应着叶凡。 叶凡瞬间呆住, 心想这是什么鬼声音, 他就是许大富, 叶凡采药被蜘蛛追等等, 都是为了解他的尸毒。 许大富突然向着叶凡猛冲。 还好许大博及时出手, 拦下了身重尸毒的许大富。 叶凡没有被许大富吓到, 倒是被许伯父过肩衰的气势吓了一跳。 许伯父大声提醒叶凡, 当心不要被许大富咬到。 说时时乃时快, 许大富嘴里突然迸发出一道黑光, 直冲叶凡面门打去。 叶凡连忙将先前储物双给他的解毒单 扔向许大富, 顿时,烟雾四起。 等到烟雾散去, 许大富已经恢复了正常, 一脸猛逼地看向众人。 听见是叶凡千辛万苦替他寻来的解毒单, 瞬间哭得泪流满面。 许大富满此刻只想拥抱他的好兄弟, 这一举动却把叶凡吓了一跳。 叶凡也飞踢。 许大富硬声飞了出去。 突然, 滴滴两声出现在叶凡的脑海之中, 叶凡也瞬间明白, 这是系统提示。 刹时间, 递上这个二货的能力值显现在叶凡眼前。 这时, 久久突然出现, 为叶凡解说了起来, 这是系统的附加功能。 只要有修仙者靠近宿主, 就会自动扫描对方, 久久一脸坏笑。 当然, 宿主也可以选择关闭此功能。 叶凡一听, 哪有不开的道理, 有便宜不战王八蛋, 说完便扫描了许大博。 只见许大博的面板, 境界竟然已达到化神境中期。 叶凡汉言, 原本以为这书子俩和他一样, 都是普通人, 没想到隐藏得这么深。 叶凡又转念一想,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他了, 以后他才是那个终极装X王。 想到这, 叶凡的尾巴已经翘到天上去了。 此时, 要铺外出现了一群人, 吆喝着叶凡家的媳妇上门了, 众人挑着轿子。 轿子上坐着的是天舞城的媒婆, 容婆婆与其说是媒婆, 不如说是奴隶饭。 叶凡闻声走出来, 一脸疑惑, 心想自己哪来的媳妇。 容婆婆看着叶凡开口说道, 你家老头子托我给你找个媳妇, 今天正好到了一批新货, 挑挑吧。 叶凡目光一转, 发现身后的牢车中, 装满了各种衣衫褴褛的女孩子。 叶凡乃见过这种香艳场面, 连连挥手, 表示自己还没有娶妻生子的打算。 容婆婆闻言, 乃能让这送上门的生意跑掉, 打趣道, 听你家老头子说, 你枕头底下可藏着不少好东西。 徐大夫不怀好意地问道, 你枕头底下有什么好东西, 场面一时间非常尴尬。 突然, 叶凡眼前一亮, 在众多奴隶中一眼选中了她。 这个奴隶心中也是一惊, 定眼看向叶凡。 叶凡伸出了手, 对这个奴隶说道, 我是叶凡你叫什么? 你想去我的药铺当的药童吗? 一双满是伤痕的小手, 抓住了叶凡的衣角, 缓缓地探出三个字, 钟灵。 这位少女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请求叶凡将她留下。 徐大夫数值二人还打趣道, 系统自动监测, 钟灵儿的面板显现在叶凡眼前。 钟灵儿身怀天生黄体, 前途无量, 叶凡就知道自己捡到宝贝了。 大龙山, 那道被劈开的山脉。 石游率领师陀教众弟子来到了此处。 石游看着石龙的尸体陷入了沉思, 随后便将石龙的骨灰吞入了口中。 石游施展了师陀教的秘术, 血脉寻踪。 秘术指着的方向正是叶凡所在之处, 天武城。 石游的眼中充满了沙意, 势必要让沙士龙之人血债血肠。 天武城, 要管, 钟灵儿亲切地叫着叶凡的名字。 叶凡窃喜, 若不是系统, 谁能想到眼前的少女竟会是女皇转世。 叶凡大手一挥, 准备将师父传给她的非仙经, 传给钟灵儿修炼。 钟灵儿先前的奴隶日子, 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叶凡问道, 我真得可以试试看吗? 叶凡一脸渐样, 心想此处我修炼三年, 已颇有见解, 可以对她指点一二。 钟灵儿翻开功法的瞬间, 修为从羊血初期, 晋升到羊血后期。 叶凡震惊, 心想,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如此之大吗? 此时天武城城外的天, 突然黑了下来。 城门上的卫兵, 指着天上的黑气, 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突然, 那团黑气显形, 是湿火。 刹那间, 守城的卫兵, 化成了灰烬。 紧跟其后的是 施陀教的地级英寿。 此刻的天武城内, 一片火海哀嚎遍野, 石忧要让这一座城的命 替石龙陪葬。 此时的叶凡躺在药铺中, 心想, 要是硬钢施陀教, 势必又要折兽。 叶凡要管。 此时的叶凡正在指导钟灵儿修炼。 叶凡心里还在估摸着 怎么对付石忧。 虽然叶凡现在有999亿万年的修为, 但每用一次都以透支生命为代价, 再用一次之前的大招。 绝对会死啊。 叶凡想到这, 心中不经后怕。 叶凡心想, 使用力量必须要节制。 叶凡将这无敌修为 先后灌输到身体的各个部分。 叶凡先将修为灌输到双手, 可是并没有发生什么。 突然, 天武城外发生了大爆炸, 叶凡轻轻一抓, 竟然撕裂了空间。 随后叶凡又将修为注入到了双眼, 竟能看见万里之外的景色。 而且, 是注入的修为越多, 看得就更远。 甚至是天空之外的太空, 也能一目了然。 叶凡突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目光一转, 看向了钟灵。 果然有透视功能。 叶凡突然按住了钟灵, 吓得灵儿焦躯一阵, 以为自己的修炼出了什么问题。 钟灵儿顿时感觉身体里暖暖的, 有一股力量涌进了她的身体。 原来叶凡发现, 将一点亿万修为导入灵儿体内, 能快速增长灵儿的实力。 叶凡给灵儿灌输的修为, 惹得灵儿阵阵娇喘, 听得叶凡面红耳赤。 此刻的天舞城城门外, 已经是尸骸遍野一片哗然。 天舞城的将领正在奋力抗击, 誓死保卫天舞城。 秘义记, 不死鸟火凤燎原。 看到彭飞的将士们士气大震, 彭飞的火凤凰冲向空中, 驱散了天空中的黑雾。 石游这时才出现, 彭飞自然不知石游为何出现在此处, 询问石游为何出现在此处, 并让石游等楚城主回来再做定夺。 石游顿时大怒, 仅在刹那之间便瞬间闪现到彭飞身后, 一掌便解决了彭飞。 此时的叶凡已然通过注入修为的双眼, 看到了天舞城外发生的一切, 同时也没有停下对忠灵儿灌输修为。 当然, 叶凡也不会让石游就这样胡作非为的。 只见灵凡的手掌轻轻拍出, 石游瞬间认出这就是杀害石龙的强者气息。 可是石游已经没有机会再躲闪了, 叶凡这一招已然撕裂的虚空。 石游在这一刻是真的怕了, 石游以为叶凡只是练虚镜强者, 搬出了尸陀轿当作挡箭牌, 祈求能饶他一命。 可惜这次石游遇上了硬茬子, 叶凡是不可能绕过他的。 现在的叶凡捏死石游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石游眼见没有逃脱的可能, 大吼一声准备和叶凡同归于尽。 叶凡冷哼一声, 石游的全力一击, 打得叶凡不痛不痒。 叶凡冷哼一声说道, 该我了。 叶凡再显神通, 将石游捏成了灰烬。 叶凡再一次被他这999万亿的修为爽到了, 心想化神器在他手上算个屁啊。 正当叶凡暗自窃喜之时, 久久突然出现, 对着叶凡就来了一下。 因为叶凡再一次动用了超夜自身能力的力量, 寿命再次减五, 久久一脸坏笑道, 宿主你就剩一年的寿命了。 叶凡是真的慌了, 明明他已经收敛了很多力量, 却还是扣了五年的寿命。 听到这, 久久疯狂翻起了旧账, 扫描技能, 神木技能。 还有徒手撕裂空间, 捏爆修饰等等, 都要消耗叶凡的生命力。 叶凡直接破口大骂, 这些收费项目, 之前这个小祖宗可是只字未提啊。 回到现实, 现在叶凡只剩下一年寿命, 顿时可出了一口老血。 叶凡心里只想骂娘, 他这次真的被系统坑惨了, 必须要尽快弄到受药才行。 万宝哥, 单药售卖锁, 原香结界。 疯, 这是拍卖会的保护结界, 在此结界内, 两个时辰无人可以进出。 忙碌了一上午的结界师, 刚准备休息, 就看见叶凡静直地走进了结界。 结界师一脸诧异地看向, 这个毫无灵力波动的凡人, 直接一掌向他打去。 叶凡系统的自动扫描, 被他发出了警告, 叶凡本来就被这个破系统搞得很烦, 便回头怒喊道, 把自动扫描功能关了。 叶凡质问久久, 扫描系统一直是扣血的对吧, 一想到这叶凡就气不打一出来。 叶凡说了一句, 把所有付费程序全都关了, 一个不留, 便自行离开了。 在旁人看来, 叶凡完全在自言自语, 以为他是个疯子, 便放他离开了。 来到万宝阁内部, 商品琳琅满目, 一眼望不到镜头, 现在的他, 真的处于生死一线间的状态, 就在此刻, 一位美女朝着叶凡走来。 他就是天舞城万宝阁阁主, 万宏阴, 询问叶凡有什么需要。 叶凡眼都看直了, 心想不愧是阁主, 但他也没忘了自己的需求说道, 有没有增加寿命的东西。 万宏阴听完表示, 万宝阁并没有此类宝物售卖, 叶凡听后大失所望。 万宏阴话锋一转说道, 万宝阁虽然没有, 但作为个人, 还有长寿丹三枚。 询问叶凡是否有异象? 这真是叶凡这几天来, 听过最好的消息了, 赶忙询问丹药的价格。 万宏阴健壮, 吃定了叶凡, 开出了一千下品零食一颗的价格。 叶凡嘴上说着不贵, 心里已经在想着, 一会怎么开溜了。 突然, 叶凡眉头微动, 开口说道, 万阁主, 做个交易如何? 万宏阴心想, 这个凡人能和我做什么交易? 叶凡斩丁截铁地说道, 用三枚长寿丹, 换我一次出手, 护你一命。 如何? 万宏阴听后, 白嫩的脸上笑出了一抹红, 他可觉得, 没人敢对万宝阁出手。 只听轰的一声, 万宝阁便被人破窗而入。 这些人自称是黑风寨, 专门打劫各类商会, 无恶不作。 万宏阴大吃一惊, 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仅凭三个住击漆, 还抢不了万宝阁。 万宝阁和黑风寨之间剑拔弩张, 大战一触即发, 叶凡也没闲着, 在一旁活动筋骨。 黑风寨的人显然早有预谋, 早就得知, 今日万宝阁没有高手住手, 认为三打一吃定了万宏阴。 万宏阴身旁逐渐飘起了烟雾, 不一会便顿入了烟雾之中。 突然, 万宏阴一脚踹出, 踹飞了黑风寨的一人。 当黑风寨一行人反应过来, 很显然已经为时已晚。 紧接着第二个人也被踢飞, 正当万宏阴想解决第三个人时, 他感觉自己像是踢在了钢板上。 这第三人竟然毫发无损。 这个变态直接抱住了万宏阴。 万宏阴暗叹不妙, 他的脚已经收不回来了。 万宏阴被一个奇怪的姿势固定, 动弹不得。 其他人缓过来后, 想要杀了在场的所有人不留证据。 此时的叶凡决定不再打酱油, 询问万掌柜, 刚才的交易还算不算数。 此时的万宏阴哪里还顾得上, 叶凡所说是真是假, 连忙答应。 叶凡听后, 瞬间修为暴涨, 大声说道, 这个委托我接下了。 虽说接下了委托, 但叶凡只剩下了一年的狗命, 他仕途和久久还价。 久久肯定是不会便宜了叶凡, 安慰到一年寿命绰绰有余, 叶凡肯定是不会再上当了。 众人看着叶凡自言自语, 皆嘲笑万宏阴找的这个人, 是个大傻子。 但也不会对叶凡手下留情, 瞬间, 数条绷带向叶凡刺去。 绷带将叶凡保持个木乃伊。 万宏阴看着眼前叶凡的模样, 暗叹叶凡逞能白白送了一条命。 只听砰的一声, 叶凡破解而出, 刚才的叶凡只是在想, 如何不弄死自己的情况下。 体面地带走这帮劫匪, 现在他决定就用这个烟斗, 结束他们的信命。 叶凡大手一挥, 烟斗便像导弹一样射出。 两位筑基修士的身体像纸一般, 被烟斗洞穿。 叶凡诧异, 心想力气又用大了。 万宏阴看得大吃一惊, 惊叹道这才是叶凡的真正实力吗? 恶人健壮, 捏住万掌柜的脸, 威胁叶凡不要靠近。 叶凡冷笑一声说道, 可笑, 你哪来的资格威胁我? 话必, 叶凡伸手一挥, 刹那间, 恶人的手臂分成了两半, 就下了万掌柜。 黑风寨一行人, 死的死伤的伤。 叶凡捏紧手掌, 他那亿万修为瞬间喷涌而出。 黑风寨一行人, 顺利地领了盒饭。 当然, 叶凡也付出了代价。 万掌柜也是非常懂事, 献上了十二颗长寿丹给叶凡。 但这十二颗长寿丹, 也仅仅只能增加三年寿命, 叶凡还要另想办法增加寿命。 转头询问万掌柜, 还有没有其他的炼体功法? 万宝阁自然是没有, 但万掌柜不能让化掉在地上, 也不会放走这位实力强劲的前辈。 承诺会尽全力替叶凡寻找, 叶凡拿懂这些人情世故, 耳朵里只听见没有二字。 就在说话的间隙, 一道紫光闪过, 重重地打在万掌柜的身上。 速度之快, 连叶凡都没反应过来。 原来是黑风寨熊尔的哥哥, 熊大。 万掌柜吃痛, 还是警告叶凡, 熊大的境界已然化身中期。 叶凡撒腿就跑, 心想这不完蛋了吗? 自己可没几天能活了。 连忙问久久, 砍死这家伙要他多少寿命。 久久看着叶凡不怀好意地说道, 你猜啊。 熊大可不含糊, 直接就对着叶凡开大招。 叶凡心里一万个草泥马, 自己的长寿丹还没吃, 只剩三个多月的寿命。 熊大的攻击瞬间贯穿了叶凡的身体。 叶凡用自己的寿命硬抗了这一击。 叶凡将所有的长寿丹全部吞了下去。 熊大已然觉得自己胜券在握, 认为叶凡已经是自己的囊中之物。 吞入长寿丹的叶凡已经没有顾虑, 只见叶凡双手一合。 瞬间一道硕大的激光呈现在众人眼前。 叶凡看着眼前的废墟, 心想自己竟使大了, 又要被系统扣血。 此时的叶凡因为服用长寿丹, 还剩两年多的寿命。 万宝阁内已是一片狼结。 万掌柜看着眼前的叶凡, 突然弯下了腰, 请求叶凡替他洗经伐水。 叶凡被突然这么来了一下, 也是一脸猛逼, 心想万掌柜一直这么自来熟吗? 万掌柜红唇微张, 向叶凡诉说, 自己本是万宝阁添骄, 被人陷害中了单独, 这才沦为弃子。 并表示, 如果叶凡愿意帮他, 会为叶凡拿到最顶尖的增售之物。 叶凡短暂思考了一会, 一言不发。 静止朝着屋外走去, 万掌柜大惊, 心想难道自己的筹码还不够吗? 叶凡回首微微笑道, 难道要在大厅里替你洗经伐水吗? 万掌柜听后, 脸上多了一丝娇羞, 连忙请叶凡进屋。 万宝阁屋内十分宽敞, 万掌柜亲切地问叶凡需要准备什么? 叶凡则表示没那么麻烦, 并示意万掌柜躺在床上即可。 万掌柜瞬间羞红了脸, 却还是照做了。 黑风寨外, 雄大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心想究竟是何人, 竟能重伤他。 如果是真人修士, 捏死他一炉反掌, 想到这雄大冷汗直茂。 正当雄大一筹莫展之时, 黑风寨的军师提出了一个对策。 当时黑风寨用了一个宝物, 咒杀了中家七十二口人。 此密宝名为黑血骤天楚, 即使是原因修士, 也难逃一死。 到时候万宏阴也是寨主的囊中之物, 黑风寨主闻言立刻命下人准备, 启动密宝前的活人计。 此刻的万宝阁内, 万宏阴娇羞地躺在床上。 叶凡看着这种香艳场面, 没想到还要受这种折磨。 他现在只想尽快解决这份差事, 叶凡抬起大手, 系统启动。 万宏阴身体一股暖流流过, 顿时娇喘, 接下来场面太过激烈, 就直接跳过了。 三分钟后, 叶凡大功告成, 万宏阴脸色焦红, 一脸羞涩地看着叶凡。 突然, 万宏阴感到力量源源不断地涌出, 修为更加精进, 甚至变成了无垢灵体。 他一脸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连九品造化单都无法做到的事, 竟让他一抬手就做到了。 想到这, 万掌柜直接行了个大礼, 对叶凡表示感谢。 叶凡欣然接受, 毕竟他还指望着万宝阁的长寿保单呢。 叶凡刚准备踏出房门, 就被九九拖入了系统事件。 直接摔了叶凡一个屁蹲。 只见九九蹲在一旁, 沉默不语, 九九转向叶凡, 大哭道叶凡都快没命了, 还想着泡妹子。 叶凡心中大惊, 心想不还剩两年多吗? 怎么快死了? 九九大声哭喊道, 你中咒了知道吗? 这些寿命本来都是我的。 叶凡也是满脸疑惑, 不知发生了何事。 此时的黑风寨外, 为叶凡准备的黑血骤天楚, 正在悄然发动。 熊大心想, 这次叶凡死定了。 九九连忙提醒叶凡, 是熊大搞的鬼。 九九表示叶凡这条命, 现在全靠他吊着。 九九可不想叶凡的寿命, 被别的什么东西劫走。 叶凡差点就被感动到了。 他现在只想弄清楚, 自己还能活多久。 九九提醒他, 还能活一周, 叶凡震惊。 这次九九破天荒地, 和叶凡站在了同一战线。 说完, 便将叶凡扔出了系统事件。 叶凡深感大事不妙, 落在了一丝不挂的万红英面前。 万红英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弄得羞红了脸。 叶凡集中生智, 将手搭在了红英肩上。 此时的万红英, 整个人都晕乎乎的。 叶凡说道, 如有受药的消息, 速来九康药铺寻我。 红英瞬间冷静下来, 并让叶凡放心。 叶凡说完, 便潇洒离开了。 只剩下红英一人在风中凌乱, 黑风寨。 雄大正施展着邪术, 势必咒杀叶凡。 此秘宝, 无论是原因真人, 还是天神转世, 都会翘无声息地死去。 突然, 空中显现出一道传颂阵。 阵中伸出了一只手, 瞬间将邪宝捏碎。 叶凡献。 雄大震惊, 先帝时代的神物, 竟被随手捏碎了。 叶凡大展神威。 九九还贴心地提醒叶凡, 一口气消耗了一半的寿命。 叶凡哪顾得上这些, 他现在只想弄死这个, 想弄死他的家伙。 九九听完微微一笑, 决定帮叶凡一把。 一时间, 天地异象, 如同天生在线。 雄大目瞪口呆, 明明叶凡中了咒, 怎么一点是没有。 叶凡一拳挥出, 雄大死都没想到, 自己怎么会惹上这等大能。 这一拳, 贯穿了天地。 雄大也在天地间, 化作了尘埃。 叶凡甚至觉得不解气, 谁要他死, 他就要谁死。 九九看着叶凡, 发现咒术仍然没有消失。 叶凡反复确认系统面板, 发现诅咒仍然存在。 九九心如死灰, 告诉叶凡。 此咒术已经深入叶凡身体, 光破坏咒剧已经没用了。 叶凡瞬间呆住, 这意味着他又快死了。 天舞城, 药管门前, 百姓纷纷四散而逃。 突然, 街头出现了一只怪物。 此时的叶凡像一只大冤鬼, 失魂落魄走在街头。 如果九九没算错的话, 叶凡此时只能再活三天。 叶凡回到药铺, 看到一只硕大的熊掌, 竖在铃儿的面前。 叶凡大声提醒铃儿注意危险, 很显然, 是叶凡失算了。 铃儿看见叶凡回来, 很是开心。 顺势扑向了叶凡怀中, 叶凡与大熊四目相对, 场面一时间非常尴尬。 铃儿向叶凡介绍道, 这是小棉花, 是他的半宠。 因为黑风寨袭击了中家, 导致小棉花与他走散。 说到这里, 铃儿的眼眶湿润了。 叶凡抚摸铃儿的脑袋, 说到黑风寨已经被他全灭, 算是为铃儿全家报仇了。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家人, 没人可以欺负你。 铃儿听后一身暖意, 向叶凡点了点头。 虽然场面很温馨, 但久久仍要提醒叶凡命不久矣。 叶凡真的心里苦啊, 增售的丹药哪有那么容易找。 小棉花似乎听懂了叶凡的话, 直直无无又掏出了什么。 叶凡大喜, 也能为叶凡续上五年的寿命。 此时的叶凡收拾好行囊, 带着小棉花便出门采药。 山脉外, 一位仙女出现, 正是楚无双。 楚无双回到山门, 进入店内, 眼前的少女正是无双的姐姐。 姐姐见状询问无双, 此次的历练有什么收获。 无双如实汇报此次的经历, 并将慈悲剑显行。 姐姐脸色大惊, 将楚无双连人带剑一起薅了过去。 姐姐抬手一挥, 竟撕裂了空间显现出一片竹林。 姐姐一脸严肃, 让无双将此次的经历 事无巨细告知于她。 无双将一路上被追杀, 以及被叶凡救下的一系列事 告知于姐姐。 姐姐闻言疑惑道, 此等大帝之气, 叶凡竟然不要。 无双也表示震惊, 并且告知了, 叶凡在寻求严寿之物的消息。 此时的万宝阁中, 万掌柜让手下调查了那间药铺, 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万红阴惊叹, 此等大能隐秘如此之深。 突然, 红阴胸前的储物宝玉突然有了反应。 万红阴从中掏出了联络符, 看着手中的符纸, 万红阴心中一团无名怒火。 怒斥道, 未经同意善离职守。 你们眼里, 还有我这个阁主吗? 原来是那两位镇守万宝阁的高手, 他们解释道, 是为了一颗千年人参, 不得不离开。 万红阴闻言, 脸色大变。 两位长老接着说道, 有一颗千年灵身, 从地宫封印口逃脱, 如今藏匿在大龙山中。 万红阴脸色微红, 这正是叶凡让其寻找之物。 此时, 一只金色小鼠出现, 这正是万红阴的灵宠, 元宝。 万红阴即可召集人手, 准备去为叶凡拿下这件宝物。 大龙山脉。 小棉花与叶凡想尽了口福。 叶凡轻松地靠在树旁, 他终于把自己的寿命拉到了一年之久。 突然, 一只金色的小鼠窜出叼走了叶凡手上的寿果。 抢叶凡的寿果相当于是在要他的命, 叶凡断然不能让小鼠跑掉。 天突然黑了下来, 叶凡暗感不妙。 碰到这种天气, 叶凡就没遇过好事。 刚才叼走叶凡寿果的小鼠突然又跑了回来。 嘴里还叼着万红阴的项链, 叶凡预感到事态不对。 大龙山脉内, 剑拔弩张。 只见万红阴和自家大长老打了起来。 原来是大长老想杀人夺宝, 对自家阁主大打出手。 万红阴被打退了数米之远, 随后被大长老踩在脚下, 正当他想抢夺千年凌身时, 突然发现万红阴的项链不见了。 万红阴就算是死, 也不会将宝物拱手相让的。 大长老气急败坏, 一剑便向万红阴刺去。 只见天空一声巨响, 叶凡闪亮登场, 接下了这一剑, 并给大长老捅了一脚。 万红阴见识叶凡, 尽管伤痕累累, 还是激动万分, 大叫叶凡的名字。 多亏了这只小鼠, 叶凡才能及时赶来。 他的话还没说完, 万红阴就将铃声塞到叶凡手中。 叶凡喜出望外, 安慰到红阴, 接下来的一切就交给他吧。 叶凡话还没说完, 一道金光便冲二人打开。 原来是第二位万宝阁长老。 红阴提醒叶凡, 两位长老都是金丹大能。 叶凡回头看向红阴问道, 既然是两个人, 你要和我一起吗? 纵使万红阴愿意, 自己的修为仅是铸击后期, 心有余而力不足。 叶凡看出了他的犹豫, 抬起手臂, 轻点他的额头。 万红阴的修为, 瞬间暴增到金丹后期。 同时, 二位长老向叶凡二人发起了进攻, 叶凡二人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两位长老顺步向叶凡二人冲来, 叶凡二人冷笑一声, 就凭叶凡的修为, 能打败他们的人恐怕还没出声。 对着长老就是一顿男女混合双打。 此刻的二人在长老面前, 犹如魔王降临一般, 一拳便拼了其中一位长老。 另外一位长老见是如此情形, 气急败坏, 准备对叶凡二人使出他的绝招。 呃, 要不说是绝招呢? 大丈夫能屈能伸? 这位长老抱着叶凡的大腿, 就是一顿暴风哭泣, 请求叶凡饶他一命。 叶凡也是一脸无语, 转身询问红阴的意见。 红阴看在大长老以往的前面, 叶凡仿佛听见身后有一响, 回头看向万掌柜。 只见万掌柜眼眶湿润, 内心对叶凡的感激溢于言表。 叶凡连忙安慰道, 并表示以后的日子还要仰仗他。 红阴听了叶凡的话, 心中一顿暖意流过, 对他的好感度也直线上升。 叶凡话还没说完, 便被九九再次拉到了系统世界。 正当九九想收割寿命时, 却被叶凡怒斥, 每次出现的时机都恰到好处。 九九突然嘟囔着, 宿主你不是想活命吗? 为什么一次又一次, 九九的大连停在了叶凡面前, 叶凡也是一脸猛逼。 九九盯着他, 欲言又止, 便又将叶凡踹出了系统世界。 叶凡也觉得莫名其妙, 终究还是猜不透女人的心。 突然叶凡身下传出了, 万红英羞答答的声音。 他才意识到, 他们俩此时的氛围十分暧昧。 看着眼前的山巒, 叶凡话都说不清楚, 连忙道歉。 谁知他这一无一举动, 竟再次提高了万红英的好感度。 万红英颤颤颤巍巍地看着叶凡, 叶凡还以为他的身体出了状况。 随后转身便向叶凡道别, 叶凡再次一脸猛逼。 万红英所想的是, 此等大能我哪能告盘? 而叶凡心里所想的是, 怎么走得如此突然? 天舞城, 百姓正在清理先前石油破坏的房屋城建。 此时阁楼上的一位黑衣人, 正注视着楼下的一切。 他万万没有想到, 石油竟然会陨落至此。 突然黑衣人目光一转, 看到了正在买鱼的钟铃。 面露喜色, 想用铃儿的无够灵体, 炼制无够宝丹。 此时的铃儿刚买完鱼, 嘴里正哼着歌, 一脸疑惑地看向前方。 因为他记得出门的时候, 明明是锁门的。 虽说铃儿已有一定的修为, 但毕竟还是孩子, 心里难免会害怕。 突然一道黑影出现, 给铃儿吓得一哆嗦。 见识叶凡回来了, 铃儿便放松了警惕, 扑到了他的怀中。 此时的叶凡眼中多出了一丝诡异之色, 天舞成外。 铃儿看着眼前的叶凡, 却感觉到一丝陌生。 询问为何要带他来到这么远的地方。 此时的叶凡还解释到, 是有惊喜带给铃儿, 不过距离比较远。 铃儿听完, 更加坚定眼前之人并不是他的叶凡哥哥。 叶凡眼中再次显现出那抹诡异, 显现出自己的真面目并拐走了铃儿。 此时真正的叶凡出现在了药铺门口, 发现家中大门敞开, 屋内空无一人。 发现小棉花被打倒在地, 诸神也被人使用了搜魂术。 叶凡并不知道是何人所为顿时大怒, 立马将亿万修为全部注入双眼。 终于在一处山洞中找到了铃儿。 叶凡看见了师陀教的腰牌顿时怒火中烧。 此刻的黑衣人觉得背后一凉。 感叹道, 不知是哪位大能, 气势竟如此惊人。 还满心想着, 若将铃儿炼成宝丹, 自己也会有此等能力。 此时的铃儿从昏迷中醒来。 看着眼前的黑衣人大声叫道叶凡哥哥不会放过你的。 黑衣人一脸不屑道, 叶凡一介凡人能掀起什么风望? 并表示在场的所有人都将会变成他成神的药影。 铃儿怒斥黑衣人还比不上叶凡的一根脚趾头。 黑衣人听后大怒便要冲着铃儿下手。 一掌冻穿了铃儿的身体。 正当怪物要对铃儿使用卸链术之时, 铃儿身后一道人影显现, 怪物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并且认出此人便是杀害时忧时龙的凶手。 怪物看着眼前的叶凡, 一脸不可置信。 但他此时是真的慌了, 语无伦次, 想让叶凡饶他一命。 叶凡宠溺地看着铃儿, 安慰到很快就能结束。 铃儿尽管有伤在身, 还是在努力地回应叶凡。 叶凡立场全开, 他断然不会放过伤害铃儿的人。 怪物面对叶凡的威压, 也是无法挣扎办好, 只能请求他的原谅。 叶凡结结实实地给怪物来了一掌, 怪物也是顺利投胎转世, 叶凡顺势救下铃儿。 同时, 九九再次出现在他的身后。 叶凡显得非常慌张, 他谁都不怕, 就怕这个小祖宗。 九九拿出了他的标准大连, 怒视着叶凡。 叶凡也做好了被审判的准备, 让他没想到的是, 九九仅是轻轻拍了下叶凡, 并留下了一具笨蛋, 便转身离开了。 叶凡再次一脸猛逼, 质疑今天的系统如此温柔, 是不是出了什么bug? 两天后, 天舞城内。 一位青壮年突然踹门而入, 这位青壮年正是天舞城统领林雷, 并将叶凡带入了城主府。 放眼望去, 各个地方的医师排排而坐。 叶凡连忙拽住林雷, 声称自己不适合来这里。 林雷诉说当初他重伤, 就是被叶凡救活, 并表示没人比他更适合来这里。 原来林雷应城主之命, 寻找能救他妹妹的医师。 而叶凡就是他认识最好的药师, 他也确实是最好的, 但他显然对此事没时要兴趣。 林雷补充道, 此次的报酬是各种秘籍, 还有严寿丹药。 现在的叶凡, 听见严寿丹药就走不动路, 拉着林雷直奔城主府。 城主府内轮到了白草谷的李神医行医。 一炷香后, 只见李神医一脸无奈, 摇摇头离开了城主府。 众人震惊, 如果说连李医生都无能为力, 那还有谁能行呢? 李神医解释道, 此并不是不同的毒物, 而是受到诅咒的邪术。 终于轮到了叶凡, 他推连而进, 看见了屋内的楚城主, 只觉得越看越眼熟, 仿佛在哪里见过。 二人进行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楚城主旁边的一人 静止向叶凡走去。 他打量着叶凡, 并觉得此子气度非凡。 楚城主连忙向叶凡介绍, 这是天月宫丹阁的阁主, 也是他的师兄。 并且直奔主题, 向叶凡介绍了病人, 此人正是叶凡先前救下的仙女, 楚无双。 原来是楚无双自从大龙山回来后, 突然发病, 至今未醒。 叶凡听后, 脸色一黑, 心想, 难道又是这个师陀教? 楚城主发问, 能否医治无双? 叶凡先替楚无双把了卖。 正在此时, 门外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此人正是金家少公子, 想来替无双治病。 楚城主又向金公子解释了无双的状况。 随后金公子看见叶凡, 质问叶凡一介凡人, 为何出现在此处? 楚城主向金公子介绍了叶凡, 金公子见状便嘲讽道, 一介凡人怎能治好无双? 此时的叶凡, 心中已经大致了然, 无双的生机正被一团无名血气侵蚀, 大致是师陀教的手段。 只要叶凡施展他的意外修为, 应该就能治好无双的病。 此时的金公子正大声嚷嚷, 让叶凡滚出无双的房间。 叶凡也是白白手, 示意金公子上前医治, 金公子顺势坐下, 替楚无双把脉。 起初还很正常, 忽然脸色一变, 楚出了一口黑血。 楚无双也是受到了反噬, 万分痛苦。 突然, 楚无双也咳出了一口黑血。 金公子手足无措, 心想自己只是用真气, 探查了无双的食海。 看向了身后的叶凡, 怀疑是他搞鬼, 便准备让叶凡背锅。 叶凡当然不会惯着他, 解释到他所动用的真气, 正好与无双体内的仗毒冲突, 才会引得无双吐血。 并请示楚成主, 由他来医治无双。 楚成主十分担忧无双, 表示无双就交给叶凡了。 金公子一脸诧异地看向众人, 他想不明白, 一介凡人如何来医治楚无双。 一旁的阁主也是看不下去, 提醒金公子, 这位凡人远没有表面上这般简单。 楚成主看后眼前一惊, 心想, 这定是先前楚无双所说的高人。 叶凡开始了他的表演, 只见一道光柱直冲云霄。 此时的楚无双面色红润, 缓缓睁开双眼, 看见了关心他的众人, 楚成主连忙向叶凡表示感谢。 楚无双看着眼前之人, 没想到又是这个男人救了他。 阁主看着这位年轻人, 眼里竟是赏识之色, 并且想挖叶凡的墙角, 答应给他一座山头。 叶凡果断拒绝, 心想说好的丹药秘籍呢? 我要山头有什么用? 金公子已经是极度的面目全非, 猜测叶凡定是外用的什么丹药, 才有这种能力。 并且指责楚无双竟然胳膊肘往外拐, 将这笔账算在了叶凡头上。 心里虽这么想, 但表面上仍是毕恭毕敬, 并向众人告辞。 叶凡心中飘过一丝不好的感觉。 楚无双示意带叶凡去领赏, 凭他的修为也就没多想什么。 成主服, 藏宝阁内。 这是叶凡目前为止, 看过最豪横的藏宝阁了, 比万宝阁都夸张。 看着叶凡一脸震惊的模样, 阁主再次邀请他加入天悦宫。 叶凡挠了挠头, 示意他与施陀教势不两立, 必须报仇。 并且补充此次无双姑娘的病, 可能也是施陀教的手笔。 此二人文言, 表示施陀教确实是一大隐患。 而且慈悲帝先公在现, 施陀教可能也是蓄谋已久。 叶凡听见慈悲帝先公, 也是心中一惊, 心想这是何物? 先帝, 毋庸置疑, 是河州最接近神的存在。 上古时代, 共有九名先帝守护, 突然有一天, 九位先帝突然陨落。 此次大龙山被一分为二, 帝先公突然现世, 传言帝先公中更是有莫大的机缘。 叶凡听到这心里咯噔一下, 心想大龙山好像就是自己劈开的。 紧接着, 楚城主拿出一个宝盒, 里面装着一枚戒指, 和一颗可以延寿一千年的丹药。 叶凡听闻可以延寿一千年, 那个嘴角也是疯狂上扬。 随后, 楚城主略显神通, 出现了一堆武功秘籍。 叶凡一眼就相中了其中的一本秘籍, 楚无悦连忙阻拦道, 这只是一本简单的炼体之术。 叶凡又何尝不知, 他现在最不缺的就是功法, 而是更强的体魄。 楚无悦健壮, 便也不再多说。 回到天舞城内。 灵蕾也没想到, 叶凡竟有如此本领, 便要带着他去好好戳一顿。 突然, 一把匕首从他们二人身后飞来。 一时间, 灵蕾挡在叶凡身后, 硬接下了这一攻击。 灵蕾倒地, 叶凡大惊。 虽然叶凡有万一修为, 但不运功的, 他只是一介凡人。 灵蕾示意自己没事, 叶凡连忙扶起灵蕾, 朝药馆走去。 金府万。 刚才的攻击, 正是金家对叶凡的试探。 自从上次治病事件后, 叶凡很有可能收到天月宫的保护。 而天月宫也是他们金家惹不起的存在。 金家少主一脸不服气, 此事断不能就这么算了。 金家家主却想稀释宁人, 金家少主闻言脸色一黑, 便摔而去。 回到房间, 金少主大发雷霆, 斥责自己的父亲不敢作为。 此时, 一位男人推门而入, 此人正是金阳的师父。 金阳和他的师父诉说了事情的经过, 师父闻言后略作思考, 说道金家家主年事已高, 行事风格确实越发保守。 金阳扬言, 如果他是金家家主, 必不可能如此谨慎。 师父听闻后露出了邪魅一笑, 并说道徒弟有此野心, 为师哪有不邦的道理, 你随我来, 去一个能获得力量的地方。 一个月后, 天月宫见风, 此时的楚无岳看着眼前的千纸鹤陷入了沉思, 随后便将千纸鹤放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的叶凡, 心想这千纸鹤怎么自己就飞进来了。 钟离儿向他解释道, 这是可以远程通讯的灵讯符。 钟离儿的话刚说完, 千纸鹤便开始自动播报。 千纸鹤一直在循环三个字, 救救我。 叶凡听出这是楚无岳的声音, 心中一惊。 天舞城内, 白毛师父似乎在准备着什么仪式? 在他的身后, 正是金家少主, 金阳, 某处山洞内, 刀光剑舞。 楚城主正在熬战, 楚无双与这些人偶已经激战了七天。 他们仿佛无穷无尽, 怎么杀都杀不完。 吴月打出一发大招。 这些诡异娃娃, 像是数不尽的蟑螂一样难缠。 楚无月也有些点力不从心, 逐渐有些败下阵来。 原来是那日金家设宴, 宴请楚无月参加。 吴月虽不喜宴会, 但楚金两家乃是顾骄, 不容推辞。 当他来到府内, 没想到金府内空无一人, 并且中了御仙设下的埋伏, 才被传送至此处。 而此处早已被布下了天罗帝王。 不久后, 天舞城内, 楚无双来给叶凡送他要的东西, 叶凡也是有点尴尬的结果此物。 将其打开后, 正是他所需要的楚城主原位衣物, 并且向无双保证, 一定能靠此物找到吴月。 楚无双听后满脸的委屈, 觉得是自己对不起姐姐。 叶凡安慰无双, 并尝试靠着衣物寻找吴月, 并对无双解释道, 越贴身的衣物就越容易找到楚城主。 叶凡发功, 只见一道激光从天而降, 叶凡通过功法看到了两个目光诡异的娃娃, 吓得叶凡内心大喊卧槽。 无双很是担心, 询问叶凡是否找到了姐姐的踪迹。 叶凡从书架上拿出一张地图, 在地图上指出了一个地方, 瘴气鼓。 楚无双直接抄上了家伙, 准备立刻动身, 前去寻找姐姐。 叶凡顺势搂上楚无双, 让无双带她飞过去。 楚无双被叶凡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搞得脸色通红。 随后, 二人便踏上了营救吴月的道路。 若不是叶凡亲眼所见, 谁能想到世界上还有此等诡异之地。 突然, 两只诡异小人冲着叶凡二人袭来。 叶凡一马当先, 挡在了吴双身前。 此时, 一道刀光闪过。 两个诡异小人瞬间稍微灰烬。 来人正是他们寻找的楚无叶。 无叶看见是叶凡二人, 也是震惊, 询问他们为何会出现在此处。 叶凡解释道是收到了无叶的求救前来。 楚无叶听完也是一脸震惊, 自己身陷重围, 根本没时间用通讯符求救。 叶凡二人听完, 心里咯噔一下, 恐怕是中了什么阴谋。 瘴气鼓中, 无双无叶两姐妹势如破竹, 双双持剑刺向诡异直偶, 一击击中。 叶凡看着被击落的直偶, 陷入沉思。 无叶猜测这直偶是金家的手笔, 但是直偶其中的诡异之力并不像是金家所为。 叶凡若有所思, 心想莫不是金家与什么邪教勾搭在一起了吗? 无叶恍然大悟, 叶凡随后也反应了过来。 这种种手笔都透露着师陀教的身影。 话还没说完, 诡异直偶突然出现, 不停攻击叶凡众人。 此时, 一个黑衣人正通过水晶监视着叶凡众人。 正如叶凡他们所猜想的, 金家和师陀教早已狼狈为奸。 金阳的师父正是师陀教打入金家的奸细。 金阳作为内应, 对于拿下叶凡三人此事, 势在必得。 为首的黑衣人也派出了手下三位得力干将, 确保此次的行动必然能成功。 瘴气古岸, 紫色的能量照突然开裂。 叶凡发现了空中的异动并提醒无双姐妹。 地上则是和先前一样, 冒出无尽的骷髅兵。 突然, 空中传来一道诡异声音, 嘲讽无双众人的实力难道仅此而已吗? 师陀教与金家众人赫然显现在空中。 师陀教其中一人, 看着叶凡等人的狼狈模样, 不仅嘲讽一番。 此人话才说了一半, 突然暴毙, 众人震惊。 很显然是叶凡干的, 就连一旁的吴越也是满脸问号。 叶凡哪能让他装X, 伸手便取了他的斗命。 楚无越震惊道, 叶凡居然比他想象中还要强。 来十四个人, 刚开场便挂了一人, 师陀教众人也是大为震惊。 叶凡嘱咐无双二人收拾杂兵, 剩下的一切就交给他。 无双二人也很懂, 看着眼前这个靠谱的男人, 无意间又提高了对他的好感。 叶凡随便挑了一根树枝, 对着空中的众人缓缓说道, 解决你们一招足矣。 师陀教一行人听完也是怒火中烧。 使出了各自的绝学, 顺身避开了所有攻击, 并随手一树枝斩断了玄铁兵器。 叶凡飘在空中, 大声呵斥道, 只有这种水平吗? 仅仅几个回合, 师陀教众人便元气大伤, 听了叶凡的话更加气急败坏。 一剑便向叶凡斩去, 叶凡顺意到他身边, 一手抓住了他。 狠狠踹上了一脚, 叶凡摆好架势, 功力暴增。 挥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剑, 这一剑正是刚才师陀教徒使出的剑法。 谁能想到一根树枝, 竟能斩断天地。 师陀教徒弥留之际, 看着叶凡将自己未参悟的剑法, 竟使用得如此炉火纯青, 道心破碎。 吴玥看着叶凡轻松的模样, 根本猜不出叶凡究竟到达了何等境界。 只见苍茫大的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 金家长老景是蹭到些许剑气, 便遭到重伤。 相较于其他人, 显然他的运气更好。 金家最后一人拖动残区, 刚想跑路。 被赶来的无双无虐二人拦住, 这也是叶凡交给他们的任务。 二人顺势逼问, 如此陷害, 幕后之人身在何处? 金玉华眼见没有逃跑的可能性, 也是准备坦白一切。 可是以师陀教的作风, 怎么可能会给他机会坦白呢? 金玉华瞬间独发身亡, 化作了一滩浓水。 画面一转, 先前所发生的一切, 都被黑衣人看在眼里。 虽然此次任务算多失败, 却也无能为力。 巫教主临走之前, 劝告金少主, 为了获得力量, 任何牺牲都值得。 金玉显然是将这个老鹰笔的话听进去了。 正当金玉思索, 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时, 金家谨慎的长老站了起来。 劝戒金玉, 如果再和师陀教合作, 恐怕世上再无金家。 此时的金家少主, 满脑子只想清算叶凡, 哪还能听进去长老的话, 被让长老为他准备血迹。 金家长老虽说不愿意, 却也无能为力, 只能照办。 此时的叶凡众人正准备返回天舞城。 叶凡看着自己的寿命欠费面板, 一脸无奈, 谁让他这次出尽了风头呢? 但这次那个小祖宗并没有出来, 这倒是让叶凡有些不适应。 此时的楚城主看着叶凡与无双二人。 心想, 如果自己的妹妹能与此等大能喜结良缘, 那必然是极好的。 叶凡突然转身, 对吴月的出手相助表示感谢。 吴月一惊, 脸上也是泛起了一抹红。 同时, 吴月此时的内心也因为叶凡的出现, 发生了一丝变化。 看着无双与叶凡的交好, 本该为之高兴, 内心却有说不出的感觉。 狮陀教中, 金阳献祭金家百余口人, 顺利突破原因, 成为化神七修士。 然而也失去理智, 成为一头无意识的野兽。 这也正好符合狮陀教众人的意愿。 叶凡众人走进瘴气谷深处, 这里狮骸遍野, 阴森至极。 连忙捂住口鼻, 谁能想到, 狮陀教竟会见在此处。 一旁的狮海引起众人的注意, 没成想, 其中竟然全是金家长老的头颅。 叶凡将亿万修为注入双目, 想看看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个然一头怪物出现在眼前, 然而怪物也察觉了叶凡的存在。 锦氏瞬息之间, 怪物便出现在眼前。 一拳便向无双打来。 无双显然毫无防备, 还好有吴月将其挡下。 锦氏一拳便将配件击碎, 吴月满脸写着震惊。 同时也认出眼前的怪物正是金阳, 然而怪物仍然在向吴月袭来。 叶凡定然不能让怪物肆意妄为, 一个飞梯踹出数米之远。 怪物仅是被击退, 这一脚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叶凡大惊, 他将力量控制在原因巅峰, 暗道理金阳已经死了。 怪物更加兴奋, 继续向楚吴月发起进攻, 叶凡示意吴月将怪物引来, 他自有办法。 透过神木发现, 金阳的灵魂尽是虚空, 眼前的怪物仅是一个躯窍。 然而就算如此, 在叶凡面前也不值一提。 众人也不明白金阳到底经历了什么, 决定将他带回天月宫。 就在此时, 吴双突然失控, 一刀便砍向吴月。 很显然, 是施陀教的人在搞鬼。 吴月一眼便认出, 此人是施陀教的死梦挥刀向他斩去。 忽然法阵响起, 一个巨大的牢笼将叶凡众人困在其中, 施陀教众人出现。 吴月大怒, 呵斥将吴双还回来, 然而施陀教的众人显然不吃这一套, 对吴月发起进攻。 叶凡接过吴月的断剑, 将他护在身后, 只听刷的一声, 断剑便化成一柄魔刃。 一剑便将众人斩杀, 随后砍向死梦, 却发现砍了个空, 反而被他所伤。 吴月见状赶忙提醒叶凡, 此人为魂修, 必须找到他的肉身才行。 死梦听后并没有隐藏, 反而直言自己的肉身藏在吴月体内, 并且控制吴双对吴月发动攻击。 正当叶凡想去帮忙时, 乌杰出现偷袭了叶凡。 不愧是施陀教, 行事风格阴险至极, 叶凡是真的生气了。 此刻死梦正控制着吴双攻击吴月, 本就卫手卫脚, 再加上先前被偷袭受伤, 吴月已经快撑不住了。 既然如此, 吴月只能利用先前施陀教的陷阱, 困住死梦, 想和他同归于尽。 死梦见状连忙将肉身收回, 想从此阵中逃离。 吴月看准时机, 一剑便将死梦斩下。 叶凡正想前去帮忙, 却被乌杰拖在此处。 叶凡明白, 再这样拖下去对自己不利, 查看系统却发现自己的寿命直线减少。 久久现身向他推销新的减兽套餐, 气得叶凡直接骂娘。 乌杰都打到脸上来了, 叶凡哪还有选择的机会, 连忙开启套餐, 顿时功力大涨。 紧一拳便扭转了刚才的局势, 将乌杰打成重伤。 接着再补一拳, 打得乌杰惨叫连连。 然而, 乌杰嘴中递仙的消息, 令叶凡听后分了神。 被乌杰抓住机会, 打退了叶凡, 并重新发起进攻。 此时的悬崖边, 无双正拉着昏迷的吴月, 爬上了山崖。 回头发现, 死梦化作蝴蝶, 朝着叶凡的方向飞去。 吴月顿感不妙, 连忙发出传讯指贺, 只能寄希望与掌门快点赶来。 此时的乌杰被叶凡做得毫无还手之力。 就在叶凡想要结果乌杰时, 突然出现一群蝴蝶, 将他团团围住。 飞来的正是死梦, 死前将所有力量献祭给乌杰。 一只六亿天使, 显现在叶凡面前, 展露出强劲的实力。 此时久久突然出现, 提示叶凡拖得越久乌杰越强。 随后便消失了, 叶凡一脸猛逼, 他可不想再欠九九高利贷寿命, 心想自己的系统和别人家的不一样啊。 乌杰趁着叶凡交流的间隙, 直接冲向他。 叶凡立马转身施展修为, 立马挥出一拳。 叶凡将这一拳控制在当时坐石龙的力度。 显然对付如今的乌杰是远远不够的, 叶凡瞬间被击飞数米之远。 重重砸进碎石之中, 还好用修为护住身体, 不然靠凡人之躯, 很难挡下这一击。 叶凡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尘土, 他只是不想欠九九那么多债, 如今看来是不欠不行了。 眨眼之间, 便顺身至乌杰身旁, 速度之快连乌杰都没察觉。 抓住乌杰的一半翅膀, 将其狠狠摔在地上。 乌杰想不明白, 为什么他还能变强。 乌杰飞向天空, 冲着叶凡来了一发, 做着最后的挣扎。 叶凡一拳便打碎了乌杰的权力一击, 师陀教一而再再而三对他不利, 他也不会对其留守, 一掌便捏碎乌杰的脑袋。 这一次, 叶凡必定要将他和他的师陀教, 在此处剿灭。 在叶凡的攻击下, 乌杰也是顺利化作空气中的尘埃, 谁让他惹了不该惹的人呢。 正当叶凡想关闭系统时, 发现周边还藏着一个人, 原来是金阳的白毛师傅, 也是师陀教的一员, 今日也难逃一死。